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c 这次呢 我又来跟你讲一些 就是上一集我说的投资心态嘛 对不对 那么这次呢 第二集 我讲的是 还是投资心态里面的第二集 讲的就是 赚快钱 好多人都想赚快钱 其实没有人不想赚快钱嘛 对不对 不过赚快钱是一回事 不过呢 好多时候呢 是可以赚快钱呢 还是可以赚长久的一个收入 那也是一回事哦 所以好多好多人呢 都把赚快钱和长期的收入呢 固在一起 那么搞乱了自己 那么到最后呢 变成的是 不知道在哪里 对不对 好多好多时候都是这样啊 反正 你看啊 在这个投资市场里面呢 很多人在投资的时候只有一个理念 那个理念就是要赚快钱 希望说我能在一个晚上里面就变成有钱人 然后呢 在这个晚上之后呢 我可以带着很名牌啊 我可以拍了很多的Facebook啊 的照片啊 上传啊 给人家知道说 我以为我变成有钱人了 我再也不是穷人了 这样的一种概念呢 就会让人家很想要去投资 这样的一种概念呢 其实就会引诱到好多好多人呢 在这市场里面呢 除了投资还是投资吗 已经不是了 已经本来想说 投资已经变成是一种赌性了 所以在赌性里面啊 你说赚快钱的一种方式 到底是有多快 对不对 再多快也要等啊 是不是这样讲 比如说一些房地产好不好 房地产你投资了 只要你砸碎了一些窍门的话呢 其实在房地产里面呢 你还是真的可以赚很多钱 而且赚大钱的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是真的 而且呢 你还是需要一点知识 把你所欠的钱 怎么转成是你的资产 好多人都认为说 我买了屋子 这个就是我的资产 不过你每个月在供哦 每个月在供就是每个月拿钱出来哦 你每个月拿钱出来 你说这个叫做资产吗 不对 如果是真正的资产的话呢 就应该像 Mr.Robert Kiyosaki所讲的 你真正的资产 应该是钱 进入你的口袋 而不是你的口袋出钱在养它的 所以好多时候啊 在这个情况里面啊 很多人把这个资产啊 的这个概念也搞乱了 所以赚快钱的方式也搞乱了 赚快钱还是赚大钱 都搞乱了 所以好多时候很多人都把这个方式呢 这个思维的这种想法的方式 全部都搞乱了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一个投资者 投资者真正是想要看到是长远 能赚钱的一个工具 一个投资项目 而不是短暂而快 因为再快 你很快也是会把它拿去花天酒地啊 拿去做有做没有的东西也是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 在这个方面啊 在这个投资里面啊 我们要知道的东西就是 在我们投资的时候 我们要想好来就是 你在做的是快钱的投资 那么赚快钱的投资 往往是怎么样的东西 可以让你想到是赚快钱的 很多时候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因为很多时候 人家在让你知道说 有一个赚快钱的项目的时候呢 想想看 是你在帮他赚快钱 还是你自己赚快钱 这个就很大的分别哦 所以在很多时候 很多人啊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说 你在这个时候你想要赚快钱的项目 到底是在帮自己还是在帮别人 你把钱拿出来的时候 是危害到你自己吗 有没有伤害到你的努力血汗钱 还有你家里的宁静 不要为了钱吵吵闹闹 所以要想清楚先 而可是 如果你是想要赚长远的钱的话 你必须要有很多规划 很多计划 那么呢 那样的话 你的家里人都还会支持你 你身边的人都会支持你 因为你有一个不同的想法 你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而且你还用手动去做 让人家看到你的一步一步的计划 这样的话 人家看到的时候 这个就叫踏实 这个叫做实际 长远的钱 是一定会在慢慢的开始进来 可能进一毛两毛 可能进一块两块 甚至十块二十块 甚至一百两百 到一千两千 到一万两万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 都是在看我们 现在的思维开始 快钱还是稳定赚钱 OK 好不好 赚快钱不一定是好事哦 哈哈哈 我呢 就喜欢去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看看一下不一样的风景 那么 来这边体验一下 然后 让大家 看一看说 在不一样的地方里面 给你们这样的一个topic 有没有帮到你们 分享给你们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分享 值得分享出去吗 值得的话 分享出去吧 记得哦 我很开心 现在 哈哈哈 relax 因为我有一套 可以让我稳定长远赚钱的计划 所以 你有吗 还是你还是在想着要赚快钱 那么就想想看吧 为什么我还可以再到处跑 你还在原地踏步呢 当然 有些人真的可以哦 我不可以排除 还是有的 不过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快乐幸福 好不好 快乐幸福是长远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快乐幸福忘掉 最重要就是要做长远的计划 那么呢 在这个长远计划里面呢 得到快乐幸福 好吧 我是Eric 下次再见 第三集见 拜拜